即使照顧她的那個是很有心機 很有愛心 很想做得好 但始終不是你的子女就不是你的子女 平日周少祥看著兒子 她太太就到大學去上課 周太太原本是一個護士 以她的資歷 應該可以賺到跟她丈夫差不多的薪水 但她和周少祥覺得 如果兩個人都做全職工作 就不會有足夠的時間照顧兩個子女 於是周太令我暫時放下事業 一面讀書一面照顧子女 周太為了子女而放棄一份入息優厚的工作 她有沒有感到可惜 無可否認我們每個月的收入 當然少了一些錢 但我們多了些時間給小光 我們覺得要是值得的 物質生活方面可能沒那麼豐富 不如貴的玩具買少些 但是貴的玩具不是一定練小孩更加開心的 有時候我們現在教他們做自己做一些玩具 或者做一些自己的手工禮 他們得到的益處和學到的東西完全是一樣的 我們能夠多些時間陪他們的時候 他們是開心很多 周小長很多時候都利用一些廢物和兒女一起做玩具 我覺得最重要是你做父母的 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真的有興趣看他做的事 你陪他做吧 有時候很多事大人覺得是很無聊的 但是他們喜歡做的時候你陪他做 他覺得這些是有價值的 值得他爸爸媽媽一起幫忙做 我想這樣他就會有興趣 培養興趣 啟發其實就是這些問題 已經下了甚麼東西 雞蛋 還有呢 麵粉 還有呢 沒有東西 雞蛋麵粉還有糖 周小長夫婦對子女的培育 都是採取自由開放的態度 家裡每一樣活動 他們都是任由子女自由參與 自由發揮的 我覺得做父母我們可以幫他的就是 鼓勵他 他想學甚麼 讓他有信心知道 我現在對這件事很好奇 我想學 我們盡量給他支援 我覺得真正的教育就是 他第一個教育就是他自己教自己 第二個就是父母和家庭的責任 第三就是相信學校 周視常還曾經想過不送子女入學校讀書 主委因為他認為學校這個制度太多限制 脫下了小孩子的自學能力 上學不是等於受教育 上學可能還是反教育 因為學校裡面的課程 就是沒有被小孩子選擇過的 還有在學校裡面 你要規定 成班人在甚麼時候做甚麼 還有學校時時都競爭得很厲害 很惡性的競爭 有很多外國的父母已經開始覺得 學校的教育非常之不好 他的子女又不喜歡上學 他們就想想想 可不可以我們自己教育他呢 就是在家裏面 以家裏為中心去自己教那些子女 我們都考慮過可不可以在香港 我們回來香港的時候這樣做 但發覺香港的條件 在目前的環境是做不到的 主要都是氣氛和環境方面 如果有個小孩子在香港說 我不回學的 我爸爸媽媽教我的 在家裏 這樣的時候 他會被人當做怪人 這個特門骨呢 是海來的 是海來的 周少常一家人 假日很少出市區 絕小去喝茶和逛街看戲 深居簡出 他們兩夫婦甚少參加 應酬式的社交活動 他們很多時候出街 都會去探個女兒的小朋友 現在我們的去朋友 多數都是個女兒的朋友 就是個女兒的小朋友的家 反而如果我自己的朋友 去到他那裡 明知他是由早到晚打牌 打完牌又去酒樓吃飯 這些很典型的香港生活方式 我們就覺得 如果小朋友這樣 他不會很開心 又不是很適合他去玩 更加沒有什麼教育性 我們就盡量避免這場 平日周少常兩夫婦 很少丟下子女去探朋友 多數時間都是朋友 或者是家人去新界探他們 身為他們的家人 對他們這種生活方式 有什麼意見呢 他的個性比較奇怪 我覺得成形比較奇怪 不過他的小到大 就是個性的一種癖 自己一格 初初有些很疼他們 覺得他們幾元咬 又熱 初初在英國回來的時候 很疼他們 咬到 不如教一些沙槍 父母當然是愛惜兒女 這些無可避免 對不對 其實周少常這一套 反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未必人人可以接受 身為他的太太 又如何去適應呢 我好瞭解周少常有很多他的大原則 我 也尊重他的看法 當然在理論和實際方面 有時候是有少少矛盾的 周少常形容自己 是一個一人壓力團體 他有部分朋友 批評他這種生活方式 是自欺欺人 對於改變整個社會 價值觀念 是於是無補的 我想如果全世界四十億多人 如果只有一兩個人做 當然是於是無補 但是每一個運動 每一種革命開始的時候 都是很少人覺悟了 他們提倡一些新的方式去做 我希望可以慢慢傳開去 例如我現在這樣做 我希望我兒子 我女兒大過的時候 他覺得這樣生活是對的 他們慢慢會感染到這種精神 就這樣吧 在二十世紀末太空時代 要真正遠離城市 秉起科技文明 他過一種自給自足 回歸大自然的生活 實在是不容易的 周少常雖然很努力去 貫徹自己的理想 但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 他沒有辦法不作妥協 做一些和原則背道而馳的事 譬如開稿的時候 他會用電腦打字機 為了節省時間 周太洗衣服都用洗衣機 雖然周少常極力反對 但為了應付某些場合 他亦都要隨波逐流 穿著西裝在城市森林裡穿梭 周朝常的理論未必人人可以接受 不過相信很多人都會佩服他 亦留顧我的決心和勇氣 在北京的美景